哇 卡拉OK 我们就唱歌 唱歌吃月饼 然后喝茶 哇 好血液喔 现在是 没有没有那种中国茶 都是喝奶茶 而且月饼呢 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勾有 但我为什么 冰皮月饼 真的是 你要什么有什么 OK 对我来讲 中秋是很重要的 我那个时候还跟他们说 每个人走之前 不管你吃不吃甜的 都要最好吃一口月饼 是 因为月饼就代表着团人 对对对 就是吃一个寓意这样子 吃一个好兆头 等等的 今年我们也是要办 所以真的吗 对啊 这个很好的一个习惯 所以你们的日期已经定下来了吗 日期还没定 还没有 9月多吧应该 是不是 有啊 他已经给我那个竖琴大拇指 所以今年还要继续这样子的一个 还是要唱歌 唱歌吃月饼喝茶 所以你们如果想一起加入的话 你们可以去考虑一下 继续传承一下 真的真的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然后 我觉得粉丝团 当然是觉得特别的幸福的 而且呢 像我们刚刚说到文化传承啊等等 然后你就说家里的阿嬷 包粽子等等的 其实很多时候哦 传统文化呢 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传统美食 是 对不对 然后像你刚刚也有提到的很多什么 什么咸菜啊 汤啊 鲜鱼啊等等 有没有哪一个潮州美食啊 是 你 最喜欢的 或者说如果说你出国很久了 哇 你会很想要吃的一个 潮州菜药 我觉得我不会把它 归类为一个 就是因为它是潮州菜我想吃的 我想吃是因为它是 我们家里煮的菜 家的味道 家的味道 就比如说好像我们 真的是逢年过节都会煮这个咸菜鸭汤 或者是我 最近拍戏很 比较没有那么经常回家 回家的时候都 他们都会煮一些 他们知道我喜欢吃的东西 包括这个 咸菜鸭汤 哇 我很少喝咸菜鸭汤耶 好像我的话就是经常喝 哇 OK 所以它不只是 它是家的味道 但是也代表这一种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 signature 是 所以你会煮吗 我 现在我真的很会煮 但是 我有两个弟弟 他们是双胞胎 然后今年 现在是在美国上大学 OK 我觉得他们是我们的那个 文化 传承 文化传承 他们是我们的 culture bearer 没有没有 sorry 你传承的方式 是以音乐的方式 他们是文化大师 他们是以美食的方式 他们就是在那边 就是教他们的同学 各种 种族而且国家国籍的同学们 是 哦 如何做这个包饺子啊 哦 我有那个老四啊 他在那边什么 做叉烧啊 就 鲁鸭 他自己鲁鸭自己鲁鸭 他去哪里找得到那些原材料 对 因为他们两个都在美国 了解 所以我经常看到我们 什么family group chat 他们就有 哇我今天鲁雷是鸭 我去上大学还是做抹饭 哈哈哈 可以去参加一下 而且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 考虑的学生 我老四是一个 读那种 工程师 然后老五是一个音乐 可是他们都对美食感兴趣 但是他们都很厉害了 那叫他们回来 新加坡的话呢 会不会为家人煮 这些超中菜 他们会提我们的家人 但是我觉得就是 回来的话就是 妈妈奶奶们啊 然后我只负责吃而已 哈哈哈 那你说到吃的话 其实你是吃货吗 我觉得我对食物挺挑的 说真的 因为我妈对食物很挑 但 基本上只要是 就 除了朝中菜 其他食物 我都吃 都吃 广东菜 然后上海菜 四川菜 东北菜 我常常都吃 只要是中餐 我都很喜欢 所以你是 爱吃中餐的人 我这个口味比较重的 我喜欢吃咸的 喜欢吃油的 难怪你爱吃菜鸭汤 对啊 然后吃月饼 真的是 蛮重口味的 真的 而且 刚刚说的很多 其实都是华族美食 那华族美食 它 其实 你们每次看我们节目 说真的 那些 什么宫廷吃的食物 嗯 它们真的是很精致 是 对吗 那你看什么佛跳墙 对 不容易做 就是你要心思很细腻的去 背食材啊 然后花上很长的时间 来准备这些食物 那我觉得 华族文化里面 真的很多东西都是 慢工出细活 嗯 而且你如果 一打开它 你可能不了解它 你不了解 你就 以一个 局外人来欣赏 我觉得是很OK的 但是你想要也了解它 嗯 你就会 发现它是 它这个 这个底是特别特别深 嗯 就比如说中药 养生 对吗 这是一个 你不可能学完的 嗯 这个药材 配那个药材 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 这个你也有专严吗 毕竟到底一定 你最少 OK 所以以后粉丝团 你们需要把把麦抓抓抓药 你们也可以问一下 孙正安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啦 我觉得 我觉得华人的传统 其实真的是不太精神 通过很多方式 或者说美食啊 药 食材啊 等等啊 或者是通过音乐 其实都是 不同的一些管道嘛 今天难得 把你抓到来现场 也可以来我们分享一下吧 最近 你都在忙一些什么呢 最近在拍一部电视剧 叫做金色大道 嗯 9月份会在电视上上映 OK 然后 金色大道是今年的一个 中毒剧 杀青了吗 还没杀青 就是7月份才杀青 OK 但我们这部戏 我觉得很有看点啦 因为我们其实拉队到马来西亚 泰国拍整六个礼拜 嗯 然后里面的 演员 都是 我觉得这次的搭配 其实挺 妙的 对 反正我们拍戏的时候 那个默契都真的挺棒的 尤其是 呃 三位男主啦 嗯 我明耀还有 呃 酒江 是 你酒江应该有合作过吧 酒江 一点点在那个什么 黄金巨塔里面 OK 但是 Jeremy Jeremy 没有 跟他拍过一天的戏 OK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那个 三个人的 搭档 我觉得是 会擦出全新的火花 嗯 因为我们是拍的时候是 呃 感情特别好 也 你知道演员拍戏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 OK 这个东西应该是 感觉对的 嗯 呃 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在电视 呃 拍出来在电视上呈现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 但是我们拍摄的时候 至少是 非常愉快的 嗯 呃 也是非常真挚的 所以也是想通过我们的表演 希望这个可以传达到 期待啦 我自己是蛮期待的 因为都有看到很多 紅紅的一些花絮啊 等等啊 健身啊 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七大七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 七十九月份嘛 九月份会上映 九月十八号 OK 所以大家都可以 关注一下 这个全新的剧集 叫做 黄 金色大道 金色大道 哈 OK 今天当然非常感谢Alan 来和我们聊了这么多 嘛 但我觉得除了就是 听Alan来说 今天来了很多 粉丝们 也有我们其他的一些 朋友们嘛 那今天的你 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想要问我们Alan的呢 OK 我们现在呢就是开放 让一位朋友 可以来发问一道问题 给Alan来回答 那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举手 第一位举手的 我们就会把麦克风交给你 小弟 小弟哪里 哪一位小弟 啊小 OK可以看到了 看到了 就我的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